深夜十一点钟 一对男女叫床的声音把我吵醒 我牢牢抓住被子 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愤怒 我恨不得冲过去将他们捏死 没错 我再次被那对毫无廉耻之心的狗男女吵醒了 难的是我堂叔 女的则是我妈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 在这个寂静的深夜显得愈发刺耳 我用力眼住耳朵 转过身却再也无法重新入睡 脑海中全是我父亲的瘦小而有黑的身影 每一次我都会为我父亲感到悲哀 但我真的无法向他揭示这个事实 一方面我害怕他会伤心 另一方面我妈曾多次用菜刀恫吓我 那个男人叫袁大志 是我爸的亲表弟 他会定期来到我们家 当然这都是在我爸不在家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我妈情人很多年 我爸就是那种人们常说的老实人 他是一个木匠 经常去别人家里做活 如果工作地点比较远 他一去就是十几天 大约是六年前的事了 我第一次发现我妈和袁大志偷情 那是我只有十岁 对他们的行为没有太多的理解 只看到他们赤身裸体地纠缠在一起 然后袁大志就冲撞他 让我妈又哭又叫的 那一刻我以为我妈受到了欺凌 于是冲进去 指袁大志骂 你这个恶心的堂叔 走开不许你欺负我妈 他呵呵地笑着 边笑边穿衣 还毫无羞耻地对我说 你这小丫头真不懂事 你妈可享受着呢 我看到我妈咬着唇痛苦的样子 急得眼泪快要涌出来了 然而她时段时序地对我大吼 滚出去 快滚 我不理解她为何对我发火 我就呆愣在那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直到我妈抓起一个东西扔向我 我被砸得头晕目眩 疼痛之后 我只能跑出那个房间 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 偷偷地擦眼泪 事实上 这种丑事 我们附近的邻居们都知道 他们也曾尝试向我父亲暗示过 但我父亲的云木脑袋 根本不能理解这个事实 我父亲只知道工作赚钱 取悦我母亲 另外就是看着我一天天长大 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他还想要个儿子 但我妈始终给我怀孕 一开始 我和我父亲有着相同的想法 以为我妈不能再生育了 但后来我逐渐长大 我发现 实际上 是我妈不愿意再为我父亲生孩子 他们在亲历之后 我妈会偷偷地吃壁孕药 他对我爸早已经没有了感情 但他还需要依靠他生活 所以他没有彻底决裂 我反复地劝我爸待在家里 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 但我爸总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更好 他希望我能上大学 将来我们一家三口能去城市生活 我爸梦想的生活是美好的 但他绝不会知道 这种生活的背后 是多么的冷酷无情 我已经守护了这个恶心的秘密 整整六年 如今 我刚过16岁 在我妈和袁大志不定期的激情影响下 我已经明白了一切 翻来覆去到天亮 我才迷迷糊糊睡着 很快又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好像是我妈妈妈咧咧起身去开了门 那时候袁大志已经不在我们家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我完全不知道 来敲门的人 是常年跟在我爸身边学手艺的小徒弟 叫张福 比我大五岁 也是个父母早亡的可怜人 如今上头只有一个年外的奶奶在 当初我爸看他可怜 就说了他当徒弟 他手脚勤快 为人老实 关键长得也不错 我对他一直都有莫名的好感 我妈开门就是一句 大清早敲什么敲 家里死人了 谁承想 张福扑通一声 跪在我妈面前哽咽着说 师娘 死了 师父死了 什么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就傻 反应过来之后 立马跑到张福面前 问了他好几次是不是在开玩笑 好端端的 我爸怎么会死 明明他上次回来还说 等这次回家一定给我带镇上的苏黎高 他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张福双眼透着悲悯之色 他看着我 或许想要安慰些什么 却又不知从何安慰起 而我妈十分冷漠 问 死了 真死了 怎么死的 后来张福告诉我们 我爸很久之前就有心绞痛的毛病 他没告诉我们 也不让张福说 平常在家里的时候 他又把身体的毛病隐藏得很好 我们哪里会知道他其实早就生病了 前段时间一直赶工 我爸日夜忙碌 或许是熬夜多了 才牵连了病气 张福发现我爸倒在地上时 他整个人都冰凉了 只是双手还捂在胸口处 想来一定是心绞痛的原因 造成了猝死 我哭得泣不成声 跟在我妈和几个邻居身后 去把我爸的遗体拉了回来 故我爸做工的那家人良心过意不去 赔了一笔钱给我们 我妈捏着那笔钱 简单张罗了我爸的身后事 没过三天 她的情夫缘大志便大摇大摆住了进来 那一刻起 我便恨透了我妈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如此无情无义的女人 丈夫尸骨未寒 她就迫不及待接到另一个男人进门来 关键这个男人还是我爸的亲表弟 这个人大志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有老婆和儿子 他老婆是个药罐罐 他就一直在外面乱搞 后来不知怎么就和我妈勾搭上了 他那个儿子比我大两岁 年纪轻轻不学好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来的 袁大志住进来之后 家里所有的活都落在了我头上 除了日常务农做饭 我还得洗袁大志的贴身衣物 一开始我不愿意 我妈就拿扫把头狠狠打在我身上 她说她不会养一个吃闲饭的赔钱货 既然她和袁大志关系都到这儿了 那么即使我心里千百个不愿意 也不行 我必须得拿袁大志当亲爹一样去对待 那时候我性格也降 就算我妈把我后背打得乌清淤血 我也降着不愿意妥协 我妈就用烫红楼的烧火钱 直接戳到我身上腿上 我甚至都能闻到肉烤熟的味道 可我呢 硬是把头昂得高高的 就是不服软 云居大婶和大娘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个拉开我妈 一个苦口婆心劝我 让我为了我爸 也得好好生活下去 活着才有希望 大娘一句话似乎是点醒了我 后来我才愿意朝我妈低头 愿意咽下所有憋屈 在这个家里无私奉险 袁大志在我家住了小半年吧 就把他儿子袁小叫过来了 他们父子俩简直就是一个德行 一样不要脸 他们俩整天像两尊大佛一样 在我家里 站着我爸的房子 一个睡我爸的女人 一个拜我爸的血汗钱 我妈似乎乐此不彼 为了床上那点破事 袁大志稍微哄他两句 他都巴不得把自己的心丹皮肺肾 全掏出来 煮给那父子俩吃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噩梦即将来临 而这个袁小正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应该是那次 偶然间发现袁小偷藏我的贴身小裤 我才逐渐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头吃人不涂骨头的恶狼 有了防备心理的我 开始躲着他 他可能也察觉到了 不过他不仅不收敛 还越发得寸进尺 偷看我洗澡 对我动手动脚 这些都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我妈也不管我 他成天忙活着床上那点事 哪里还有心思管我 偶尔袁小把我惹急了 袁大志就会跟我妈吹枕边风 他说 这不过是两个小孩在闹着玩罢了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很快 我妈有了身孕 她和袁大志都想要留下这个孩子 我妈一个寡妇 再嫁倒是没问题 可 袁大志的老婆还好端端活着 她如何才能给我妈一个名分 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她家 逼她那个药罐罐老婆离婚 我妈是跟着袁大志一起回去的 那天 眼见那天快黑了 他们也没回来 我内心开始不安 毕竟家里还有一头狼 那晚 我干脆连饭都不吃了 早也不洗了 直接把自己关进屋子里 反锁了门 我不知道那晚是巧合 还是袁大志故意为之 让家里只留下了我和袁小 都说你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的 那晚袁小果然不怀好意的来敲我屋门 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问我怎么不吃晚饭就睡下了 我不回应 她就一直敲 还打着关心我的名号 想要破门而入 我找了借口说自己不饿 也累了 就想睡觉 屋门外的动静是没了一会儿 我竖着耳朵听见袁小离开的声音 却不敢掉以轻心 可后来还是扛不住阵阵睡意 睡了过去 睡到半夜 迷迷糊糊感觉有一只手在摸我胸 吓得我一机灵弹坐起来 黑暗中有人又把我按了回去 我知道这个人是袁小 我吓得不轻 可是也没忘记反抗 袁小干脆也不装了 直接对我说 小莲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对你的心意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我骂这个不要脸的畜生 算起来 我也要给他喊一声表哥 他怎么可以如此龌龙 他说 小莲 你乖乖跟了我 我不会弄伤你 你要是不听话 就不要怪哥哥对你粗鲁了 死都不可能 你简直就是禽兽 你不要脸 你滚 你再不滚的话 我就喊人来了 我刚好挣脱开一只手 打在他脸上 清脆的响声 在夜里显得十分悦耳 也是这一巴掌惹毛了他 他直接揪着我的麻花垫 把我从床上拽拉到地上 骑在我身上给了我两个大耳光 然后就开始不管不顾死我衣服 孙小莲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 哈哈 再过不久 这里就是我原小的地盘了 就你那个浪荡的妈 已经被我爸制得服服贴贴的 今天 我倒是也想试试你这个小当副 是什么滋味 他边说边扒我衣服 那时候是春末 气温还不算太热 所以我穿得有点厚度 他没能成功扒掉我衣服 转头就攻击我下半身 我再刚烈也不过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一个七尺高的禽兽 只要我反抗 袁晓就边打边骂我 孙小莲 你装什么清纯 从小听了你妈妈当生长大的玩意儿 就没学到一丁点伺候男人的本事 不过呢 也没关系 今天哥愿意亲自来教教你 你也别反抗了 不然吃痛的是你自己 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被他折腾了半天不说 加上心里恐慌 我全身都在发乱发抖 只能绝望摊在地上 任由他在我身上胡作非为 我多想 此刻谁能来救救我 兴许是老天爷垂连我这种人吧 在袁晓快要得逞之际 张福的声音竟然在我屋门外响起 我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想要大声喊救命 可是袁晓已经先一步捂住了我的口鼻 不让我发出一点声音来 小莲 小莲你在屋里吗 张福就在门外 又敲又喊的 喊了好一会儿 见没人回应他 他应该是准备要走了 这个时候袁晓放松了警惕 我立马掰开他的脏手 大喊一声救命 说时迟那时快 张福一脚踹开了我的屋门 我浑身上下 未着寸驴 地上更是一片狼藉 借着外面的月光 他看了个大概 一瞬间 他什么都明白了 紧接着就是袁晓被打 那晚 他被张福打得鼻青脸肿 这也算是 替我出了一口恶气 自从我爸去世之后 张福便算是出师了 他如今也能凭自己 一门手艺养活自己 不过他很忙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来看过我了 他前两天在镇上做工 今天完工之后 就立马赶回来了 特意带了我最爱的苏黎高 本以为这么晚来 打扰会有点冒昧 怎料他走到我家大门边 却发现我家大门开着 也许是天意 也许是他的细心救了我一命 他助我从那虎口脱险 刚经历这么一遭 我再也不敢跟袁晓呆 在同一个屋檐之下 张福看着我满身伤痕 特别心疼 他让我收拾衣物 暂时跟他回他家里去住 等我妈回来了再说 我点头答应 这会儿有张福保护我 我就不怕袁晓会再对我胡作非为 哪怕看着他那副要吃人的眼神 我也能回对回去 张福也看见了不服气的袁晓 立刻走到他面前 捏紧硬邦邦的拳头恐吓他 你他妈再感动 小连一根汗毛 我就打死你 不信你就试试 听完这句话 袁晓往后缩了缩 嘴上却不饶人 打死我 为了一个小当夫犯上一条人命 值得吗 你要是也喜欢这牛 我让定你就是了 何必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 张福指着人小鼻子 我和你之间有个屁的和气 我和你这人渣王八蛋不一样 我是真心把小连当妹妹一样疼爱 现在我师父不在了 你别以为你就能随便欺负他 你要是再敢乱来 别怪我今晚没提醒过你 我很快收拾好几件衣服 跟着张福去了他家里住 临走时 远小看我的眼神 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忘不了 或者说是感到害怕 一回想起来就会不自觉 头皮发麻 张福奶奶是个很慈祥的老人 之前我也来过张福家 他对我很好 这大半夜我突然跟在张福屁股后面 他眼里有点惊讶 却什么也没问 迎我进门之后 张奶奶转身就去灶台忙活了 给我和张福煮了素面 再放上他特制的辣椒酱 那碗面条 别提多好吃了 也许是面太辣 才熏红了我的眼眶吧 这一住就是三天 直到我妈亲自找上门来 揪着我头发 大骂不要脸 我才意识到 短暂的幸福快乐 没有了 我妈打了我两耳光 对我又推又嗓的 骂我 孙小莲 你这死了爹的小杂种 简直不知羞耻 还没嫁人就敢随便住在别的男人家里 你长本事了是吧 老子 要是再晚回来两天 你生日就要飞天了 骂完了我还不算完 还骂张福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敢拐诱他女儿 更骂张奶奶一把年纪 没教育好后人 让他干脆早点去死 张奶奶听了这话伤心极了 捂着胸口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福也不敢回对我妈 估计还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为了不让张福和张奶奶为难 我赶紧对我妈说 你嘴下几点口的吧 你都能对我不管不顾 我住在张奶奶家里怎么了 难道你希望我被家里那头柴狼虎豹吃了吞了 你心里才开心吗 我妈不是蠢人 我这样一说 她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而且平常袁晓对我毛手毛脚的 她也不是没看见 只是碍于人大致的面子 没有指明罢了 这下她没理了 拽着我非要让我跟她回家 我不愿意 只要那个袁晓一天不从我家搬出去 我就一天不回去 我妈说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相信袁晓会把我当作妹妹一样疼爱 让我别再耍小性子 要不然就真的不管我了 让我自生自灭 她竟然相信袁晓会把我当作亲妹妹一样对待 那晚她对我的所作所为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我不想再跟她解释些什么 只含着眼泪对她说 我没那么傻 你既然死活要相信那俩父子 你就相信好了 反正我是不会相信那两个男人 会是什么这儿八经的好人 直到最后 我妈也没能成功把我带走 我以为自己只要不带在那个家里 就能逃脱远小的魔爪 可是我发现 她竟然一直在暗中监视我 那会儿张福要四处做工 家里突然多了一张嘴 她肯定要更加卖力才行 张奶奶虽然从来不说什么 但我能感觉到 她在为米缸里的米儿发愁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吃闲饭下去 连我亲妈都不愿意养着一个吃闲饭的人 何况跟我没有任何薛人关系的张家呢 看来我妈不是不想让我回去 而是她早就预料到今天这一步 她分明是想让我乖乖服软 乖乖回去 我熬啊熬 熬到张福再回来的时候 跟她说了我的一些想法 我想嫁给她 想做她的妻子 跟她一起经营这个家 这件事并非临时起义 我说过 我一直对张福有着莫名好感 她为人正直善良 是我想要嫁的类型 何况我爸在世时 就曾试探性问过我好几次 问张福这个人怎么样 问我对他是否有益 可那时 我太过害羞 不敢把这事拿到明面上来说 只能遮遮掩掩 随意糊弄过去了 现在我爸走了 我妈一门心思全在袁大志身上 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如果张福愿意的话 我是真心想要嫁给他 想和他组建一个小家庭 但假如他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我绝对不会强人所难 这番话 惊讶了张福许久 也沉默了好久 沉默到我以为他一点也不喜欢我 或者我不该说出这番话 让他为难 嗯 没有关系的 大福哥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就当我在开玩笑好了 不是的 不是的 小莲 其实我 我 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开口堵了我的话 可是话到他嘴边 他又变得吞吞吐吐 说实话 除了真心对张福有好感之外 我确实也有自己的私心 现在的我 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而且 身边随时有一头狼 可能会把我拆之入府 我必须找个依靠 找一个善良正直的男人 在我身边保护我 这时候 张奶奶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 拍了拍张福的脑袋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你看你这怂样 这种事你怎么能让姑娘家先开口 张福默默捶着脑袋 想要说什么 又不敢说似的 张奶奶就转过头 冲我笑了笑 温声细语地跟我讲 小莲啊 奶奶也不怕你笑话了 我家大福啊 早就喜欢你了 可是前两年呢 你年纪还小 后来你爸突然走了 他又怕你心思 没放在这些上面 唉 这家伙心里想什么 我这个做奶奶的 还不知道吗 他呀 就是怕自己配不上你 你知道的 我们家条件就这样 但是奶奶可以保证 只要你嫁到我们家来 奶奶和大福尽量给你最好的 尽我们所能 你是个好孩子 奶奶也是知道的 听完张奶奶的话 我盯着脸色飞红的张福问 大福哥 奶奶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到了这个地步 我已经顾不得什么女儿家的娇羞 腆腆了 对于嫁人一事 我有着迫在眉睫一般的焦虑 张福点头承认 说她很久之前就喜欢我 是真心诚意的喜欢 可是就像张奶奶说的那样 她因为家庭原因而自卑 一直不敢向我表露心意 不过 现在说开了也好 事情就可以摆到明面上来谈了 张奶奶说这件事 总要长辈出面去跟我妈谈 无论我妈提出什么要求 她们都尽所能照办 我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我嫁人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 就不用再受我妈压榨 也不用担心再受袁小欺负 只是没想到张奶奶去谈过之后 回来满脸愁容 原因是我妈竟然狮子大开口 要十万彩礼 十万对于我们这种乡野村姑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她分明就是故意刁难 别说我们整个村了 就是镇上做生意的人家 也不一定能拿出十万块钱来 我气得吃不下饭 张福说她会想办法 可是她能想出什么办法 她就算把脑袋想破 这十万块钱她也弄不来 纠结了两天 我拉着张福一起回去 想找我妈理论理论 结果进了家门 我只看到原家父子坐在饭桌旁 挣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屋里完全不见我妈的身影 我问他们 我妈呢 袁大志白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续上一杯白酒美美喝着 袁小泽站起身来 紧紧盯着我两眼放光 要不是我身后还有张福 估计她都要直接扑过来了 我不耐烦地又问了他们一遍 问你们 我妈在哪 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妈那么大的一个人 去哪了 他们能不知道吗 我怀疑是袁大志 跟我妈吵架了 然后把我妈气回娘家了 要不然我妈不可能 平白无故会消失 算了 我也不想和他们多说话 转身拉着张福 想要去我舅舅家 背后传来 袁小音冷的声音 孙小莲 别败费力气了吧 你妈是不可能同意 你嫁给这么一个男人的 要不你 还是留下来陪我算了 我呸 你算什么东西 大福哥比你好 一千倍一万倍 你就是一坨臭狗屎 我骂了人小一顿 她没生气 反倒笑着跟我说 哎呦呦 行 那你去找吧 总有一天 你会哭着回来求我的 小莲莲 慢走不送哟 她话音一落 顺便跟我做了 白白的首饰 那富贵样子 看得我火冒三丈 我咬紧后槽牙 捏紧拳头 心里在想 个人中有恶报 他们这对 没脸没皮的狗父子 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随后 我跟张福赶去了 舅舅那边 舅舅舅妈却说 我妈很长时间 都没回去过了 准确来说 自从我爸死后 她就再也没回去过 我心里顿生寒意 那我妈还能去什么地方 按理来说 她没必要故意躲着我 她到底去了哪里 虽然我很讨厌我妈 可她就这么突然失踪了 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安 张福连手头的活都推了 陪着我满村子找人 一连三天 山上河里井里都找完了 都没有发现我妈踪影 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为什么原家父子 能如此心安理得 住在我家里 尤其是原大志 不但不担心 怀着身孕的我妈 居然还把她那个 药灌灌老婆 一起接来了我家里 我恨得牙痒痒 却又恨自己无能 连纠缠却巢的狗东西 都赶不走 邻居大娘悄悄跟我说 那天张奶奶去过我家之后 就再也没看到过我妈出门 而且那晚我家的大黑狗 叫得贼厉害 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敢贸然来问 难道我妈出事了吗 这个念头一旦从脑子里冒出来 就再也不敢想象下去 人处于极度气氛的状态下 是无所顾虑的 我一个人又跑回了家里 质问原家父子 我妈到底在哪里 他们用那种轻蔑的眼神 看着我笑 我就满屋子砸东西 这屋里所有东西 都是我爸一分一毫 正回来的 我就算是把他们都摔烂砸烂 也绝不让他们坐享其成 原大致看着那些 被我砸得稀巴烂的 瓷盆瓷碗 心开始低血 大声吼我 你疯了吧 你这死丫头疯了吧 是 我是快要疯了 我爸死了 我妈又失踪了 现在连我家 都被这两个狗东西霸占了 再找不找我妈 我怎么能不疯 他们不说 我就使劲砸 看见什么砸什么 终究是原大致老婆 看不下去了 她拖着颤颤巍巍的身子 从我妈那屋走出来 死死盯着我 脸色苍白的不像话 她眼神空洞 像个活死人一般 连丫头 你妈死了 被他们杀死了 你去造房瞧瞧 那铁锅里还顿着 你妈身上的骨头呢 有病就回屋躺着 我看你是病糊涂了 在这儿瞎说什么 原大致立刻吼了 她老婆一嗓子 又叫原小 赶紧把她扶回屋里待着 她老婆意味深长 看了我一眼 不情不愿被原小 搀扶着毁了屋 我反应过来之后 跑到造房 揭开锅盖一看 那里面果真 炖着一锅骨头 我忍住胃里的排山倒海 转过身 赶在原家父子进来之前 脸讽带刺了他们一顿 我妈不在家里 你们的小日子 倒是过得有滋有味啊 天天都能吃上猪棒骨了 是我爸的钱 还没有被你们败光吗 原大致张张嘴想说什么 但我并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狠狠瞪了她一眼之后 就赶紧离开了呢 回张福家的路上 我浑身发颤 脑袋一片空白 我越走越快 直到能看到我面前 站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时 我才敢停下来 趴在路边 把胃里的东西吐了个金光 张福一边拍着我的后背安抚 一边焦急地问我 小莲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 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 我妈死了 呜呜 我妈死了 我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震惊了张福 也让我下意识明白了 无论我妈对我再狠 她始终是我妈 那铁锅里的骨头 根本不是什么猪骨头 是人骨啊 是活生生从活人身上 剔下来的人骨 我并不是因为那堆骨头 就认定我妈遇害了 而是不小心 瞥见了他们藏在柴火堆里的 长头发和手指头 我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 也许不是哭任何人 是哭这一声 我们都活得太心酸 我更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我妈的报应 心情平复过后 张福陪着我 一起到镇上的治安大队抱揽 那时候我们这儿的人都管警局 叫治安大队 杀人偿命 这是自古以来的定律 袁大智错就错在太猖狂 他自以为这件事天衣无缝 不会有人紧揪这件事不放 因为我们这儿香野漫漫 死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 就算大家因为征集母地 抢几根树木而打起来 严重一点把人打死了 也只有自认倒霉的份 不是说没有人管辖 而是天高皇帝远 有人想管也管不了 弯弯绕绕的山路 不知道要走多久 可我终究还是不忍心 看我妈如此惨死 何况袁大智的杀人手段 太过凶残 留着她这种人渣在世上 恐怕还会有人受害 袁大智被抓之后 全招了 他对我妈下了杀手 无非就是因为那十万块钱 炒了起来 我妈不打算要那么多 能要个三五万 提高生活质量就行 可袁大智不愿意 十万彩礼 是她狮子大开口的 后来因为意见不合 她一气之下 就把我妈闷死了 她曾经听人说过 刚成型的他儿能治劳病 她当晚就把我妈肚子刨了 熬了一锅药水 强行喂给她那些药灌老婆 为了毁尸灭迹 她把多余的肉和内脏煮了喂狗 特意留了白嫩的部位 给自己和人小炒着吃 骨头就放铁锅里熬汤 她为什么杀了我妈 去肯给她那个药灌 灌老婆治病 是因为年轻时候 她找人算过命 大师说她老婆忘夫 并且在她五十岁那年 一定能发一笔横财 她一直迷信 所以即使跟我妈在一起 那么多年 她也没有真正意义上 舍弃过她老婆 甚至期盼着 能把她老婆的病治好 然后助她发横财 谁料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在她痛下杀手的那一刻 就注定她这辈子 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 袁晓很明显是参与了 这场杀人案的 那会儿家里就他们三个 我妈跟袁大志吵架时 她袁晓怎么可能不知道 问死一个人需要多大动静 分尸踢鼓又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 袁晓难道听见也看不见吗 可惜袁晓一句不知情 就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只被抓进去教育了一个月 就放回来了 回来时 她妈已经死在了他们家 浑身散发着恶臭 而我 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曾经拼命想摆脱我妈的我 如今我妈不在了 再也不会有人对我狠 压榨我 按理来说 我应该是开心的 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她还是死得过于凄惨了 我妈被分尸 踢鼓熬汤的惨案 曾传遍了十里八乡 这件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柄 张福和我的婚事一拖再拖 很多人开始在张奶奶耳边吹风 让她千万别同意张福娶我进门 因为他们都说我妈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在丈夫还没死的时候 就敢随便勾带男人回来 男人死了之后 更是明目张胆 败坏社会风起 有什么样的娘 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他们说我还没跟张福结婚呢 就住到他家里来了 可想而知 我是一个多随便的人 那岂不是以后 别的男人对我稍微勾勾手指头 我就能跟人家跑了 再看我年纪小小 就死了爹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命太硬 更不知道会不会克服克子 他们说的话 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甚至还有人凭空造谣 说我早就跟人小睡过了 我已经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 难道要张福一个有模样 有手艺的大好青年 娶我这样一个残花败柳吗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不可能不难过 可我告诉自己 他们替张奶奶担忧 并非全无道理 我妈确实不是什么好女人 这件事人尽皆知 我也确实住在张福家里 别人一双双眼睛都盯着的 我无法辩解 张奶奶倒是什么也没说 让我安心住着便是 但我感觉张福 似乎是有意无意躲着我 她变得很忙碌 一连接了很多活干 忙得连回来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家里就剩我和张奶奶两个人 好几次我欲言又止 好想说 要不我和张福的婚事就算了吧 本来当初也没谈成 就出了我妈那件事 之后也是忙忙碌碌的 大家都很默契 谁也没提这件婚事 我是想着等张福什么时候有空回来 当面问一问她 对于我俩的婚事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她不愿意娶我 我也不会纠缠她 这一等 又是两个月过去 我没等来张福 倒是等来了原小那个温神 那时候她已经缓过劲来了 而且很明显是来找我麻烦的 张奶奶年纪大了 护不住我 被她一把推倒在地上 她一把捏住我的喉咙 骂我 小贱货 我要杀了你 你毁了我的家 毁了我 知道吗 到底是谁毁了谁呀 可我被她紧紧扼住喉咙 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感觉身体里所有血液都在往上升 直到我头昏目眩 她才一股脑把我丢在地上 然后骑到我身上尸爆 这过程中 张奶奶从地上爬起来 随手拿起了小凳子 用力砸在原小脑袋上 无奈张奶奶的力气不够 没把原小砸晕 反倒惹怒了她 她怒火中烧 一把夺过凳子 就把张奶奶打倒在地 一下又一下 直到张奶奶鼻子嘴巴里全是黑血 张奶奶一口气没提上来 双目瞪圆没了呼吸 我用尽全身力气 想爬到张奶奶身边去 可是原小根本不给我这个机会 她拖着我的一只腿 直接把我拖到了屋内 对我实行了新一轮的施暴 身上的痛永远挤不上心里的痛 我知道 我跟张福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不仅败坏了她的名声 还渐渐害死了她的奶奶 张奶奶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可是因为我这个扫把心 害惨了所有人 原小在我身上一次次释放怒火 我疼晕死过去 她又用冷水把我浇醒 她红着眼睛 狠狠对我说 孙小莲 我要你百倍千倍弥补我的痛苦 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 都加之在你身上 其实你也就一般 和其他女人没什么特别之处嘛 只是我没想到你跟张福住在一起 这么久了 居然一次也没做过 是特意想把第一次留给哥哥我的吧 我已经没力气回应她 电体鳞伤的我 只觉得死了是一种解脱 你叫啊 你倒是给我叫出来啊 像你妈一样浪叫 你装什么清纯 你为什么不叫 为什么 原小像是疯了一般撞我 我已经痛到麻木 包括她打在我脸上的耳光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只希望这一切能快点结束 可偏偏这时候 张福回来了 看到了我如此不堪入眼的一幕 毫无意外 那晚原小差点被张福打死 如果不是我拦着张福 原小这个畜生一定会死 原小头破血流 嘴上却不撩人 张福 有种你今天就打死我 来啊 谁怕谁 一命赔一命 我他妈不亏 可悲呀可悲 一捧在手心里都舍不得碰的女人 我今天替你开发了 开心吗 给你别说 她那滋味还真不错 哈哈哈哈 张福气得浑身颤抖 又一拳打在原小脸上 鼻血顿时一阵流 再这样打下去 真的会出人命 虽然我巴不得原小立刻去死 可是李智告诉我 杀人偿命 我不能让张福的手上沾满鲜血 原小这禽兽是该死 可应该交由法律制裁 而不是连累张福 打死我呀 来呀 你他妈来呀 原小拿手擦掉脸上的血 还在不断激怒张福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他是想死了还拉一个垫背 而愤怒之下的张福 根本就没有理智可言 他捡起地上只剩三只脚的板凳 再一次朝原小逼近 我从未见过那样暴躁的张福 在我记忆中 他算是一个脾性很好的人了 可是那晚 他真的差一点就要杀了原小 我裹起破碎的衣裳爬起来 从后面紧紧抱住张福的腰 不行的 大福哥 不能再打了 你冷静一点 打死了他 你也会坐牢的 求求你不要再打了 就让法律制裁他吧 求求你了 你不可以有事 不可以呀 我直接跪在了张福脚边 死死拽住他的衣角 过了很久很久 张福才蹲下来 抱着我痛哭 可那晚之后 一切都变了 后来我们把原小绑在柱子上 拜托邻居走一趟 帮我们报完 很快 原小伏法 证据确凿 他又没有什么人脉关系 所以坐牢是板上钉钉的事 张奶奶的后事办得极其简单 张福在葬礼上哭得撕心裂肺 哭得连战礼都做不到 张奶奶下葬之后 张福却完全变成了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 尤其眼神空洞的吓人 我愧疚得想一死弥补 可是我死了 又能怎么样 张福被我害成这富贵样子 我是一死百了了 他怎么办 我咬咬牙 强迫自己振作起来 张福已经受到了打击 我不能再倒下去 我得照顾张福 可慢慢的 我发现他看向我时 眼神变了 除了空洞 似乎还有一丝怨恨 那一刻 我心里就知道 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哪怕他打我骂我一顿 冲我发火 也好过这样平静地 看着我不说一句话 他的双眸里 似乎装着一潭死水 深沉得吓人 次日清晨 我趁张福还没醒来 把提前收拾好的几件衣服 背在身后 最后看了一眼 这个曾经给过我 温暖快乐的地方 就离开了 我不知道 前方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也不知我未来如何 可能我需要赚很多很多钱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 唯一弥补账福的方式 此后十年 我在饭店端过盘子 在洗脚城当过小妹 最后辗转反侧 进了一个 纸醉金泥的圈子 这中间的细节 我就不过多叙述了 说来也不过就是 各种辛酸苦楚 加上慢慢改变心态 最终被现实打败 心底最后一次底线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圈子来钱很快 只要豁得出去 荣华富贵根本不是梦 我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走大运了 还是堕落了 我在这个圈子里 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算好 但也不算坏 只要他们肯给我花钱 花心思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大概在这个圈子 混了八年吧 我存了大概有二十多万 因为身处环境不一样了 所以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 如果不是走出来了 我永远不可能想象到 在这世界上 竟然还有这样 纸醉金泥的生活方式 后来交通便利 时代也迅速发展起来 我就托人打听到了 张福如今的生活情况 直到他前几年 已经结婚生子 木匠活不吃香了 他就在镇上 搞了个煎饼摊 早上卖饼 晚上卖烧烤 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就是想在儿子上小学之前 买套房 但凭他的存钱速度 不知道还要省吃减用多少年 我问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和银行卡 把自己的存款 全部打给他了 在那小县城买套房 应该不成问题 我在手机屏幕上 写了一大创问后语 删了又写 写了又删 想问他这些年过得如何 又想问他很多很多 但最后发现都不合适 反反复复 最后只有简单一句 大福哥 祝一切安好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 再去问候他 但如果我不问候一句 我又怕他卡里 突然多出那么一笔钱 会感到疑惑 我盯着手机屏幕 看了很久 他一直没有回复我 大概过了几天吧 他给我打来电话 电话那头的他有些拘谨 小小莲 是你吗 大福哥 是我 我是小莲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其实我这回应也有些紧张 小莲 我过得挺好的 你呢 我说 我也过得挺好的 然后我俩又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能理解 毕竟我们俩的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 突然联系了 确实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小莲 我打电话 就是想跟你说 你把账号发给我 我把那笔钱给你转回去 我这些年在家里做点小生意 日子过得真挺好的 反倒是你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不容易 这钱你自己留着用吧 当初 是我不好 我并不是怪你 也不是讨厌你 你知道的 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她突然离世 对我打击挺大的 我 是我对不起你 小莲 你是个好姑娘 是我不懂得珍惜 如今我哪能厚着脸皮 再要你辛苦赚来的钱 听话 把钱收回去 我也苦口婆心跟她说 大福哥 你说的我能理解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这笔钱 我是不会收回来的 你当初救了我一命 就当是我对你的报恩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 其实是我 要不是我 哎 不提了 那钱你收着 就当是妹妹的一番心意 我这么说 她应该就能懂了 我给她那笔钱 并不是还对她念念不忘 其实仔细想来 当初我对她顶多了 就是喜欢 也没什么爱不爱的 能有多深的感情呢 更多的还是对她心存感恩吧 毕竟她曾将我 从虎口救了出来 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不会跟她多联系 也不会让她妻儿误会 更没有想过 要拆散她的家庭 我希望她过得好 过得幸福 也是真心 想要还她当初的恩情 小莲 那钱我真不能要 我 大福哥 这笔钱 你不要也得要 要不然我就把你电话拉黑 也把我的账户立刻注销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给你的你就拿着 我说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也希望你过得好 我这个当妹妹的 能帮一把就帮你一把 这是你不必满的嫂子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本来我也一直是 把你当做兄长的 说了这段话之后 张福不再坚持 要把钱还给我 而是答应收下 她有问过我 如今在哪发展 我只说在外面 没有透露具体位置 她听我没说 也就没再问 挂了电话 我盯着窗户外面的天空 愣了许久 脑袋中 也浮现了很多 曾经的记忆 但那都是曾经罢了 无论好的坏的 都过去了 我不想让张福 知道我的具体位置 也是怕她有一天 突然会来找我 虽然我知道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我还是担心 还是一开始 就不告诉她比较好 有时候知道的太多 并非是一件好事 我拿二十多万存款 全部给她 是有过思量的 在那圈子混了近十年 我不可能 不为自己留后路 也不可能 连一个相好的男人 都没有 在留反众多男人之后 我接受了老头的求婚 他对我一直不错 再说 我也想安定下来了 那么多男人 都只想要我做 他们的地下情人 只有老头 给我准备了求婚钻戒 给我买了房和车 除了年纪大一点 我挑不出别的毛病 我也二十六七岁了 比我年轻貌美的 小姑娘比比皆是 我清楚自己要什么 我只想要一个 安稳的未来 谁能给我未来 我就一直陪着他 老头年轻时候 也是个帅哥来的 事业有成 有胸襟 有博学 看过世界 也见识过不少女人 最后他能看上我 说明我身上 还是有他欣赏的点 不怕你们笑话 我为此 沾沾字写了好久呢 而且老头 有儿有女 根本不需要 我再为他生儿育女 光靠着他的个人存款 我下半辈子 就能衣食无忧 所以你们看啊 我也算是很幸运 很幸运了 老头终年丧妻 后面几十年 都没有想过再婚 结果让我 捡了个大便宜 可能也有人 看不起我 觉得我这样的女人 不配拥有幸福 但我还是想说 过得幸不幸福 别人定义不了 自己的感觉最真实 老头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 就把手底下的公司 全权交由儿女负责 我们只是领了证 拍了婚纱照 但是没办婚礼 他想带着我 全世界各地去旅游 我呢 原本就是一个乡野村姑 没怎么见过世面的 跟老头结婚之后 真是过足了眼影 遇到看不懂 或者听不明白的 他会耐心跟我解释 也会悉心教我 他从来不会因为 我没文化而看不起我 他甚至说 等我们旅行完了 就给我报几个兴趣班 我愿意去学呢 就去 不愿意呢 就陪他在家逗猫逗狗 提前享受一下养老生活 我有问过他的 老头 你为什么会愿意 跟我结婚呢 我要听实话 老头是这样回答的 其实 你跟我王七挺像的 长相 脾性 方方面面都像 见到你的第一面 我有种他又活过来了的错觉 现在 我说了实话 你会生气吗 我摇头 不会 我相信他说的 因为他每次在我面前 提起他那位贤惠的王七 眼里都有光 他应该 也有遗憾的吧 不过 人生在世 谁能没有遗憾呢 有遗憾的 才叫人生嘛 能以这种方式 陪在老头身边 其实也很不错的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提身 因为我在老头这儿 有说不出的归属感 老头 陪我久一点 再久一点好吗 那天 我挽着他的手臂 将头轻轻靠在 他肩膀上 海风很温柔 阳光也很温暖 傻丫头 那我尽量了 他抬起手 轻抚着我的脸颊 语气比海风还要温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